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徐泽荣 是香港退休以后的独立学者 我的专业是政治学下面的国际政治专业 但是也包括国别政治 比较政治学 是1998年在牛津大学达辩 99年授予博士学位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讲《马学正非》 叫做《正非20亿》的第二奖 是20亿嘛 当然就是20章了 上次我们讲了《序言》和第一章 第二章 现在我们讲第三章和第四章 《系列正非》只是03 就是第三章 我们用了一个简单的名词叫天力 就是自然的财富 矿场啊 海中的渔群啊 就是在它被人挖掘和制造加工之前 它已经具有效应价值的东西 那么我们要证明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劳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 它不成立 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天力 这个以前就是很多人都说到这个问题的了 马学的这个电机工理呢 就从劳动实数决定交换价值出发 断然否认已经经过硕药劳动 占有未经生产劳动加工的 赋予开发潜质的天然资源 就简称天力 咱们中国人这个比较简约嘛 另外我们这个二十章每一章的那个 系列自己自己之后 一个中心的这个原点 这次讲天力 以后讲的都是两个字的 就是很概括性了 天力比如说地表的水面 森林的矿场 旅游的这个原始景观 陆地上的野兽啊 水里面的这个畜生啊 就是鱼了等等 就是天力本来就已经具有交换价值 原因何在 有一位经济学家 这样以用马克思的思想加以解释 就是说 因为在人类接触他们以前 他们无一例外 都不包含任何人类的劳动 对吧 比如说 煤炭石油原木等的价格 只能测算探测开采仓储 运输花了他多少钱 不然不承认他们在备战之后 开采以前 这一期间就有了价值 在计划经济时代呢 这一专横而荒唐的理论呢 否定 人为的造成了虚假的这个 事实否定 但是在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之后 颠倒的事实又被重新颠倒过来了 古今中外的经济事实无一例外的表明 上述未沾生产劳动 却沾塑药劳动的天力 又称这个天色物质效用 已然具有交换价值 比如说香港政府的预算来源 常常是卖地收入 大于收税收入 不承认已经占有的天力具有价值 只承认经过加工的天力具有价值 必然会使经过加工的天力的价值 被人为大幅贬低 从而造成极不等价交换 以及一系列连锁性的恶果 上述理论的人为否定 必然招致实践对其的天为否定 我们知道德国有一个工业区叫做卢尔 有很多矿场 特别是煤矿 它是德国的一个很繁荣的地区 我们山西也有很多煤矿 但是山西自从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之前 它们变不成卢尔 原因就出于这个地方 这些矿民呢 癌贫穷 它是捧着今晚起食 就是乞丐的起 环境遭污染 而探无前治理 源自马学奠基工理的这种实践 带来的正是曾经为马克思所深痛误决的剥削 贫困落后和愚昧 曾经有一个国内的学者 他的这个画名叫做竹石 竹子的竹 石头的石 他这样说过 自然资源的耗费参与了价值形成之说 是劳动价值论既不予承认又不能反应的 但它又是经济建设当中不能不承认 不能不解决的大问题 因此需要找一个比劳动价值论更能全面解说一切资源配置 评价的理论 这个比劳动价值说更为全面的理论 只要再承认自然价值具有价值 自然资源自有价值 自然资源参与价值形成方面慢于小步 那其产生结果 就不是对劳动价值论做出补充和发展 而必然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否定 因为自然资源只能有与劳动价值截然不同的价值 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说乃是自然资源无价值说的理论根源的人 还有国内学者叫做颜志杰 这个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当中比较出名的一个 颜志杰说自然增长过程中的高消耗高投入的原因 是劳动价值论导致的自然资源无价值论引起的 否定资源本具价值的理论依据就是劳动价值论 自然有价观念 中被颠覆且被自然无价观念取代 乃是劳动价值观念与兴起 乃至建居支配第五同步而行 自然无价观念 自然无价观念 乃与劳动价值观念互为表里 当然了也有人也有大陆的学者继续为这个自然资源无价这个观点进行辩护的 这里我们就不多说它了 那么我们这一章呢 概括一下就是它的核心概念呢 可以浓缩为六个字 叫做天力无忠有价 广东话忠就是时间的意思 对吧 这个给了个钟 北方话忠现在慢慢的也接受这一点 就是说天力自然的资源 在它被开发出来以前 就自然有效用价值了 但是它没有劳动价值 你不能把自然界形成它那个时间算进去 也不知道它形成了多久 但是呢我们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天力呢它没有这个劳动时数作为内宁的价值 但是它有效用价值 好我们现在就把我们这个马学正飞的一些基本问题呢 在就是在这一章呢 这个这一章比较短嘛 所以我们就要趁热打铁来解释一些概念 第一 缩要劳动也像生产劳动一样 分成马学奠基命题所云的具体劳动和抽效劳动 但是索要劳动的具体劳动 只能索得具体的天色效用 不能生成具体的天色效用 中或某种具体天色效用的索要具体劳动 其实并无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试问 古今中外夺取一国最高权力的索要劳动 有没有社会必要劳动的时间 这个隋朝的这个皇帝 是吧 黄袍加深 就得到了全国的最高权力 李志诚起义搞了几十年 打进北京之后 几天就被清军给驱赶出来 那么你一个三十年一个黄袍加深 可能只是一个时辰的事情 就是没有叫做这个社会必要劳动的 这样我们就否定了 权力作为一种交换价值 是吧 它不可能是由这个 劳动价值构成的 第二对于人类来说 天色效用和人造效用 都是用之得其效 不用得其行的 那些未沾受要劳动的天力 例如火星表面的甲丸 因为既无法不得其行 不用得其行也无法用之得其效 故而 至少在人类没有登上火星之前 不能被视为天色效用 因而不是交换价值 这个事呢也可以反证人类 对于说要劳动的承认 马克思先将使用价值 也就是效应价值 从交换价值当中剔除 因为效用不是公实 所以不是价值 后将所要劳动 从具体劳动中剔除 因为所要并非生产 所以不是劳动 就会逻辑必然地引导 那些忠实践行马学 的掌权人和这个权势家 将知识分子从劳动人民之中剔除 将知识从社会价值中剔除 进而鼓吹知识越多越无用 知识越多越反动 以及知识分子劳动化 劳动人民知识化等等 本人在这里很遗憾地指出 就是说正非马学 本来应该是世界一流级别的学术工作 我国知之不倦从事这项研究的人 多数乃在二三四流的学术机构里认知 另外还有很多业余学者 积极地参与网上讨论 在当时没有谁受过刑事处分 就是2004年一直到2015年 大概十年功夫 这是满洲国的总理 看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 就不做了 日本人就把他堵死了 说他是汉奸的还是民族英雄 他就是继承中国这个新儒家的传统 就是中国文化 中国的实体面对西方文化 西方的这个实体 先把皇帝废掉了 就共和 共和就是不是一家一户统治全国 共和我们又没搞成 共和不行 那还有谁共管 那么就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他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 但是他预测得很准 这个人就是整个 比如说胡适大家猛吹捧他 胡适没有像他讲的这个东西 没有啊 这个咱们国里的人呢 有几个固定的话题 胡适的这个趣闻意识 是吧 林徽英 陈寅克 这个王国伟 这个王国伟 我看他几十年来 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转这个话题 是吧 但是他们不知道郑肖旭 不知道张军脉 不知道我们熟读这个政治学 中国著作的这些作者 所以我就说他们是犯夫走足嘛 胡适 陈独秀都是虚德大名的人 胡适说自己是暴德大名 他有点不老实 比如我刚才讲 民主与科学 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 甚至是这之前的那个 意大利那个耶稣教 耶稣 耶稣会士 就是意大利那个罗马教皇底下 有个叫做耶稣僧团 就是那些教士的团体 他已经把科学带到中国来了 后来呢 罗马教廷那边发生了纷争 中国朝廷又不知道是哪个皇帝 就把他们叫回去了 那么中间隔了一百年 鸦片战争开始了 叫西利东建 这个俗语啊 利当然是武利以及这个文利了 那什么叫西利东建呢 不就是科学与民主吗 西就是西方的西 西方的西 力量的力 东建 往中国来了 也包括日本啊朝鲜啊对吧 当然他们也有野蛮的地方 战争啊这些东西 但是中国当年那个索国 那个封建落后的东西 他不打你怎么打得开呢 是吧 所以我们要看重他的进步的东西进来嘛 那么郑孝旭这些人他也原来也是就是 就是儒家这一派到了这个鸦片战争之后 他们是说要怎么应付这个问题 就是中国会不会王总王国 当时我们视为进步的东西 包括共产党早期 现在他不提了 他的纲领当中就是要用聘银文字代替这个方块文字嘛 换不成嘛对不对 换成了不就王总了 我们那古典诗词还有没有呢 是吧 幸亏我们有四声 啊啊啊啊 广中话中多一点 好像是九种啊什么的 就抵挡住了这个东西 那么当然你看到西方的力量那么强 你首先要担心是不是王总王国 第二是怎么样吸收他 自己也变得很有力量 然后可以跟他至少并驾齐驱嘛 那么这个正消息就很悲观 就是清帝逊位代之以共和 共和不成代之以共产 共产不成就必然是这个共管 因为他看到那个八国联军来的那个事情 那么现在其实我们中国又是这个问题啊 对不对 你说怎么怎么主权 主权这个概念都是西方传来的 我们中国以前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说大家不要再老谈什么 犹太人最聪明 不要再谈陈独秀 胡诗是民族与科学之父 是吧 再不要谈那些老生常谈那些名人 他们只是我们中国近代以来 思想家或者是政治家或者是学术家 当中很小一部分 只不过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 比较流行 一般人知道的比较多 比较感兴趣 他们放弃了对我们固有遗产的 最宝贵那一部分的这个 这个了解和继承 比如新文化运动 他们也是说 1915年以后这个 前后吧 陈独秀啊 胡诗之啊这些人提倡起来的 其中一个就是叫白话文运动 对吧 他们两个也当之无愧啊 自己认为这个是这个 白话文运动的这个 这个之父啊 上次我不是跟你讲过 明清两代皇帝那个诸批啊 奏折上的批语啊 都已经用这个白话文了 《红楼梦》你也能看懂吧 不是说像左传那样高深的这个文言文吗 民间的很多小说啊什么 这些都是用白话文的 那么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呢 有人说 还没有人自觉的把这个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提出来 哎 我们这个人类从原变成人 或者从这个原始人变成这个 现代人是吧 有谁自觉的提出来过呢 是不是啊 没有这回事嘛 它是社会自然演变的 所以我说陈独秀 还有胡诗之 在这两个问题上 他们是德不配位的 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批判他们两个人 陈独秀后来当然他转变了 变成民族主义 那是另外一方面 但是你不是新文化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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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始人 对吧 也不是白话文的这个创始人 我觉得今后我们学术界也好 平民的这个思想界也好 你不要这个一小时大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思想的一个奇路 你会走错的 对 聊起超体出来的中华民族 对这个问题不大 我们这个 中国呢 作为一个政治概念 多数是讲文明 不是讲这个种族 因为我们本身 你我至少都有40%少数民族的血统 这个 这个 不像欧洲国家是 一个民族是一个国家 朝鲜民族就是 纯粹的一个朝鲜民族 日本民族也比较纯粹 但是我们呢 经过北方民族啊南方民族的混合之后 那么 说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是吧中华民族 这个我承认 就是在汉族之上 有一个中华民族 就是我最近看那个 网上哈 蒙古姑娘啊 这个维族姑娘啊 现在已经在讨论我嫁不嫁汉人啊 他们都说 非常正统的普通话了 至少比很多香港人讲的要好得多的 要解释他们是不是不洗澡啊 现在维族姑娘她公开讲 就是说我现在嫁汉人没有顾虑 以前我们还听说是有顾虑 这个 就是她的用词用语思维方式已经汉语化了 那么你说共和没有成绩吗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 对吧 共产没有成绩吗 也不是完全没有 但是就没有解决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 共和变不成民主 他又倒回去了 现在我们是看他倒回去了 实际上的皇帝嘛 毛泽东没有称帝没有说这个终身制 他实际上是终身制 第二他比那个满清明清的皇帝要厉害的多 我们历代历朝的这个皇帝 这个所谓叫做封建王朝 没有否定过私有志的 这是共产党这一朝 否定了 我们就空前的野蛮化了 实际上我们是 第一我们现在否定这个 马学的这个劳动价值学 上次我们讲过 是西方文明当中的野蛮部分 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共产主义的这个国家 它是要消灭有产阶级的 连思想都要消灭 不光是肉体要消灭 你说这个多野蛮的一件事情 你说哪个封建王朝 他当然也会限制那些富豪 跟他挑战他的权利 但是他不会去消灭这些 作为一个阶级他把它消灭掉 我们是肉体消灭啊 土改的时候大概几百万地主富能被杀害了 然后公私合营的时候 你想想陈毅讲的多野蛮啊 那时候不是公私合营有人想不通就跳楼了 陈毅今天比如说回到办公室就问 昨天有多少人空降啊 是不是 是不是 当时他们不觉得野蛮 现在我们回头看是非常野蛮 比我们封建王朝还要野蛮 是吧 至于我们现在生活比较好 那是科学技术的结果吧 你的人民公社已经搞了十多年搞到我们这个 他说是国富民穷 其实我认为国穷民也穷的时候 饭都没得吃 所以曾潇旭这个话 我看陈平看了我的文章之后 他大概也说了一下 共管必然是个趋势了 你还要继续野蛮下去 美国要管 西欧要管 日本要管 现在来越南那个金兰湾海军基地 都要给美国用了嘛 人家是要共同讹制你这个吃人的老虎嘛 那你习近平取消这个任期制 实际上就是等于成币嘛 他现在中央各部门不算数的啦 都是他那个当小组组长说了算嘛 所以你说这郑潇旭他比胡适之的这个思想要深刻的多吧 胡适之作为一个学者 我们不能要求他太多东西 但是他是从政者 他做个大使嘛 对不对 又是什么国民会议的代表 他就是须有其名 光说不练 这个跟陈杜秀的毛病是一样的 包括陈寅克 海外有个专门研究就是说陈寅克的人 好像在法国还是那里 陈寅克在那个欧洲自由大学游学 他没有去拿学位 他那个办公室里头有一个日本学者 一个匈牙利学者 他后来写什么隋唐 政治制度 演变史啊 他很多是这两个人的思想 人家考证出来 但是当时的学者不会注明他从哪里来的 许志摩啊 他们就翻译了这个英国的诗 他就以自己的这个名义发表 所以你不能把他们神化 我更加不同意说 只有那个民国时期大师远去无大师 你光看那个工科哈 解放后这些留学回来的自己培养出来的人 在这个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 很多大师 他们不知道嘛 我们学过冶金嘛 对吧 知道这个大师 哪怕是编一个冶金工业机械手册 都比过去国民党那个时期大师要厉害得多 就是说这个零件应该怎么做 它的公差是多少 是吧 以前我们没有这个东西的 詹天佑就搞了一个什么 英汉工程词汇薄薄的一本 文科你也不能说没有 即使是在共产党统治底下 言论不自由 思想不自由 像近代之所 北京那个社科院近代之所 黄道玄写 写《中央输区的革命》 运用了很多档案才知道 我觉得完全够大师水平啊 广州有个女学者 叫做卢街峰 任安强解围战考 厚厚的一本 这么厚啊 就把国民党那个吹嘘 任安强战役啊 说是自己的功劳啊 他给否定掉了 那个考证功夫也非常仔细啊 啊 我觉得他不比民国时候 那个什么王国委员那些差啊 当然了他那个叫他思想发展到什么 民主自由那些东西他没有 是吧 嗯 所以现在这个中国思想界这个趋势不健康的 所以我在这里讲 听众 我希望你们听见我讲这个话 嗯 你比如说编瓷海 文革嘛 我们讲79年结束 对不对 那上海有个老干部 他知识分子型的 叫罗珠凤 那上海的这个学术力量是 就是仅次于北京了 比我们广州要强很多 他每十年编一期的一版的这个瓷海 所以89编一版 79编一版 99编一版 09编一版 后来他去世了 那你说 民国时期谁编过瓷海呢 是清朝人编嘛 对不对 那么后来很多新概念新俗语进来了 新的认识进来了 那么就是这个罗珠凤先生编了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这个 其实共管呢 咱们不讲民国时期了 就49年以后 是吧 有两方面的共管 当然程度不是太高 第一是苏联管中国 对不对 外交政策你必须跟它一致 你国内是另外一件事情 第二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禁运 当时叫巴黎什么统筹委员会 现在这个统筹委员会 改了个名字 那帮人还是那帮人 那么我估计特朗普他们要动用这个 不光是制裁谁谁谁 他就给你禁运了 任何东西进中国来 如果有时候你有栽民啊 运粮食这个他也不管了 那我们沿海他都要给你封锁了 那么你只有从苏联运东西过来了 公路铁路你只跟苏联通嘛 就是俄国通嘛 那俄国有什么东西给你呢 除了石油还有什么东西 那个木材了 他们那个清工业完全不像样子的 我都跟你说过我买过他一个手表叫Saconda 他的镀金技术比我们中国好得多 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表拿出来带了 是我哥哥原来从苏联带回来的 我显得好看 那么一个巴基斯坦人在这个英国他跟我说 因为这个表出口到巴基斯坦印度 那是他们他们亲书嘛 哦Saconda 我知道这个事 我带上表去拍一下篮球 指针啊那个数字全部掉了出来 我还想这什么表嘛 你说是不是 掉一个的好数啊 全部掉下来 就是说这个这个劳动价值学说造成的那个后果非常严重 那么那时候就是共管了 一直封锁到尼克松访华了 这个时候西方给了中国很多优惠 他希望你变成民主国家嘛 但是你又玩技巧去骗人家 这个人现在又开始了 其实是开始了 现在那个 因为这个疫情就传到全世界 对啦他又要管你啦 就是说他不是 不一定说源头是谁哪里哪里啦 但是你初期有两三个月 你不管 克朗普昨天还提出另外一个论据 为什么你武汉可以封城 但是你放武汉人到西方各国去 就是那时候他那个航空还是让他们走嘛 那你就有意散播这个新冠状病毒啦 对吧 所以人家要管吧 那么你服不服管最后较量的就是战争了 那么这个我研究朝鲜战争嘛 当然也得出了一个看法 就是说朝鲜战争以后因为我们跟他打河了 那么在越南战争它的地面部队 美国人就不敢过那个十七度县 就是南北越的分界线 这个论点很多人在流传 但是我告诉你 我曾经去过香港地图图书馆 那时候是想收集这个香港英军兵营的地图了 那么图书管理员听说我要这个兵营地图 电脑上打就是军事啦 military啦 是吧 而且他说这里有一堆这个military maps 我说你拿出来看看 什么东西 塑料制成的 广西的那个立体的地形图 就不是平面的 我们叫沙盘啦 但是他是用塑料做的 整个广西城 那我说这里哪里来的 他说这个美军当时在香港有后勤单位嘛 他撤出南越以后 香港这个机构也不要了 就把这个地图给了香港大学 那他做这个地图的是American Air Force 是美国空军做的 但是要这个沙盘地图 最主要是陆军用嘛 对不对 他从飞机上往下看 他几乎就是平的了 他之所以没有打过十字路线 可能很多演员不是害怕中国的演员 不然他做这个地图的演员 是吧 广东的有没有 我都没继续看啊 当然你从毛左这个角度 就是什么狼子野心嘛 但是他还是个狼嘛 对不对 他没有被你吓退嘛 所以当时他都这样做了准备的话 我相信特朗普今天做的准备更多 我们不知道 他不在香港打退这个所谓港版国安法呢 那他在世界上就很难立足了 如果他的海军到了金兰湾 到了这个菲律宾的那个 苏比克班吧 是吧 那个局势完全不一样 他控制住你南海 或者他就宣布驻军在台湾 是吧 增加这个南韩的那个美国驻军 日本的美国驻军 我们不会感到什么 当权者就很紧张了 他们是要用命来做代价的 你像叙利亚 像伊拉克 卡扎菲 沙达姆 拉登 这些就是他西方共管 伊斯兰世界的结果嘛 对吧 当然他不会管到你这个 把你这个十四年人吃饭的这个东西都负担起来 这个他不会 但是管到你走不通 我估计他对我们会严厉到这个禁运的地步 像上次我给你讲的 你战败求和 不要败得很彻底啊 就是打了几仗子都不行了 那你要谈和 还有我们这些所谓国内的这个 民主人士争取民主 最后要输入一个新的思想 中美和邦 战败你变成他占领的国家 很不好听嘛 但是我跟你联合成为一个邦联 成为一个国家 民主 我们中国人自己建民主 我估计太险恶了 一百年来你说搞了多少次啊 是吧 这个孙中山当初都太乐观了 现在又回到这个原来这个起点 就是19 1912年的起点 就是孙中山把那个临时大总统 让给了袁世凯的起点 那我们还转一次嘛 还搞个一百年嘛 所以我提倡中美和邦 和邦以后大家是平等的地位 但是美国要把他本国的陆军空军 有34个师 寿在我们中国 帮助我们各级政府实现民主化 这个过程需要至少二十年 孙中山是说五年 五年行不行你看 孙中山当初是想美国接管 中国五年行 他叫托管 当时不叫和邦 可能怕人家看不起我们 现在呢 我们还是有这个资格 讲一讲和邦了 对吧 和邦定位会比较高 因为平等 就是你说 不能说我们和邦 中国人的这个领导人就是卖国贼嘛 你不能说欧盟的领导人 各国领导人是卖国贼 对不对 你也不能说欧盟各国人民 变成了亡国奴啊 和邦要好得多 而且我们这个 可能是继续占美国便宜 但是这是政治上的便宜 以美国的政治理想 和他的民族性格来说 我认为有可能的 美国本身就是搞 说锚丁就是杂种嘛 对不对 比如你姐姐已经去美国结婚生子 那么这个 共管的这个 当然也属于 中美和邦也属于共管嘛 你自己搞不成民主 搞成了民主 你没有创新 没有重大的科学发现 没有重大的技术发明 科学和技术是两件事情 技术是叫发明 科学是叫发现 你还是要王总的 再过一千年 我们跟西方人是一样的了 你甘不甘心呢 好像中国文化 据我了解 还是有些潜力的 不像非洲人就完了 系列争飞之零四呢 就是这个标题也是两个字 叫假死 那么马克思有个很著名的论断呢 就是说 既然这个东西的交换价值是劳动价值 他要讲劳动时间 对吧 那么你的活劳动就是我在做 比如我做了个小时 他就一个小时凝固在里头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时间已经是 广州话叫杠格了 好吗 那么他比如说 我利用这本书 又去做一个别的东西 比如说是这个精装本啊 什么的 他说原有的这个价值呢 不能产生新的交换价值 它只能转移 你知道吧 就是说 比如这里头的这个两个电池 它本身是有价值的嘛 但是既然做成了成品 交换完了 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是做这个东西的这个 这个扩音器的这个 活的劳动才创造价值 这两个电池的价值是转移过来的 他这个东西用意很明显嘛 就是想把你资本家的生产资料 排除出去嘛 但是呢 他自己后来又说了一个相当矛盾的话 我给你读给你听听 很少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好 他自己这样讲啊 嗯 活劳动必须抓住 产业资本的物化形式 产业资本就是资本家第一次的那个投入啊 跟商业资本啊土地资本啊 有些区别的 啊 活劳动必须抓住 产业资本的物化形式 使他们有始复生 啊 他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 被劳动当作自己的躯体 那么给人的印象就是说 凝固在生产作业资本当中的这个死劳动呢 也能跟流淌在生产作业劳动中的活劳动 一起创造价值 对不对 你刚才听他讲那段话 他说这个产业资本呢 是作为活劳动的物质因素起作用 如果你没有读过资本论呢 没有读过原著呢 就不知道马克思在这里的一个自相矛盾的这段话 下面一段当然就比较深奥一点 我可以省略的讲一讲 就是说马克思呢 他曾经讲解释过叫做垄断地珠 垄断地珠呢 他马氏劳动价值说 前脚刚说 劳动时速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 后脚又说 垄断地珠乃由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而非劳动时速决定 这里他不是已经自咬矛盾了吗 就是地 假如它是一个被人垄断的这个土地 即使没有开垫 它卖给你的时候就已经有价钱了 那么你什么时候有劳动在里头呢 是吧 这个他又解释不过来 它的那个地珠学书是它最薄弱的一个方面 最薄弱的一个方面 这个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看 或者把我那个书拿去做参考 好 是中央党校哲学教员部副主任 叫董德纲 他就曾经怀疑过 这个劳动价值说 但是他是这样说的 劳动价值论也有缺陷 他否定了资产资本 在价值形成当中的作用 比如说农民种两块土地 一块土地肥沃 一块土地贫瘠 投入了同样的劳动 以及种子肥料等等 但是两块地打粮不一样多 好地肯定打粮多 在同样的市场价格下 多打的粮食代表着更多的价值 这同土地当然是有关系的 不能否认土地在价值形成当中的作用 实际上我们各种企业都有生产资料 特别是生产工具问题 他们的地位和作用相当于农民的土地 这是劳动价值论的首个缺陷 其实我实际上根本不成立 不是说 狭不掩狱的问题了 当然他们在中央党下 可能不能说得那么直白 他们只是怀疑 我们是 用这个学术的话叫闺谬 就把它归于谬论 那么这个第四章的核心概念呢 我以后每章都会这样 可以浓缩成为六个字 死劳也可添中 就是死的劳动也可以添 这个劳动实数的价值 或者是说 它可以 死的劳动它既然是转移到了 这个新的产品当中 是吧 它当然是可以创造价值的 你要是说 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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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音器没有电池 它能响吧 当然有价值 从效用价值观点上 它当然就有价值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 讲这两张的概要了 就希望大家能够 如果要仔细探讨的话 去买这本书 这个书呢 在这个 香港 前哨啊 前哨 它同时是这个 夏菲尔出版社 它是 这个两者 兼顾的 它有个传真号 传真号是 852-2870-2399 写信呢 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是 香港全湾邮政局邮箱 1285 再说一遍啊 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的 传真 是852-2870-2399 通讯是香港全湾邮政局邮箱1285 我相信我这样讲一遍以后 我们现在抓住了它的牛鼻子 就是说构成交换价值的 能够近日交换的 只是效应价值 不是劳动价值 上期我们着重讲的最根本的问题 它就是说 我们交换的八种价值当中 只有0.5种 我们可以测算它的劳动时数 其他 既不可能 也没有人去测算 但是人类社会交换已经有几百万年了 现在听说星星也会吧 比如说雄性的星星会拿那个饰养人给它的葡萄 去讨好那个痴性的这个星星 雄性不知道这个葡萄是劳动时间多少 它不是生产的 那么痴性 如果愿意跟这个雄性的星星交配 它那个交配过程是多少时间呢 根本不是这样算的 而是说它得到了葡萄 它得到了交配的机会 像我们家那个白狗 它就没有交配的机会 它一只狗在这里 所以是效应价值上能解释这些事情 你既然说劳动价值是活劳度凝固成了死劳动的价值 你就必须要能够测算出来 对不对 但是效应价值是我心里头 综合的这个心理和这个生理的这个反应 我满意了 它这把秤是在每个人心里头 除了小孩 是吧 他到了成人 他一定知道去怎么讨价还价之类的 但是劳动价值你就需要去测量不容易 那个是个外在的尺寸 对吧 那个是最根本的 就是说 或者我们可以用毛主席那个语录来套用这个事情 马克思主义千条万绪 就是一句话 劳动价值 但是这个劳动价值是错的 于是我们就有浩劫 就有屠杀 就有对抗这个普世文明 对吧 这样你对我们整个中国 现代以来的历史 苏俄现代以来的历史 浩劫的原因 这条道路的走不通 你才能够彻底的明了 你光去控诉在这个浩劫当中 每个人的苦难 你很难驳倒他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很多国内的知识分子 我要在这里大声放和就是这样 你不要再认为 马克思主义是对 只不过是苏联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和尚念错了经 你们真正要想建立一个民主的时候 你必须毅然决然地跟马克思主义决裂 甚至你法轮功写的《九评》 他都没有到达我们这个深度 他还是呼天抢定地说 哎呀我们受了多少苦啊 活摘其官啊 这个马克思信过邪教啊这些东西 他能够以他的教育水平来意识到做这个节目的重要 我觉得很不简单了 你要是我跟一个中科院 所谓的院士谈 他们不一定的 他一定是麻木不仁的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就是说彻底地认清楚 这个西方文明的野蛮是个怎么野蛮的方法 那野蛮怎么来的 你想想几百万人类社会 一直是私有制吧 对吧 你说原始社会是公有制 那是因为生产力低下 它只能跟大家分享 一旦他有生产的时候 他肯定是私有制的 你想把人类社会这个命脉给砍断 你现在想想是不是太荒唐了 所以说马克思呢 他是反人类的 他原意不一定是如此 但是他的这个 所谓资本论的这些 马克思的这个 这个奠基命题 是完全反人类的 反科学 反人类 反上智 就是说 你看效应价值 它是推崇人类的智慧嘛 对不对 劳动价值 是推崇人类的原始本能 那我们人类怎么进化的呢 是不是 我们如果用那个 新石器去挖地 挖到现在没有变化的话 你有什么进步呢 有什么文明呢 没有嘛 这是他人群当中 有一批智慧高的人 他会想来 怎么改进这个生产资料 改进这个劳动工具 甚至市场的规则 应该怎么样 国家的法律又怎么样 对吧 才一步步走到今天了 好吧 我们这期就这样结束 两点了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